在比赛开始前 先举办了一场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 北京女排 福建女排 北京男排和南京男排 四支首轮比赛的参赛队在仪式上亮相 新赛季 排超联赛将采用分级半赛 恢复升降级制度 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则将对联赛部分场次进行直播 北京女排新赛季人员变化较大 私职自由人的国手王孟杰的加盟 补强了阵容 此外 北京女排还引进了两名外援 转出了王云露 张雨 比赛开始后 北京队公传之间的配合不是很默契 福建队25比23 26比24连赢两局 第三局他们又以24比21拿到了赛点 但北京队表现得很顽强 连续得分 最终26比24颁回一局 并乘胜追击拿下第四局 将总比分翻成了2比2平 决胜局 福建队重新掌控了局面 15比10拿下 这样福建队就以总比分3比2获胜 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交的学费吧 特别是在第三局大比分丢掉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我们也很想要这一场球 所以我们心理上产生一些波动 我们有点想赢 但是我们有点怕输 所以我觉得背上了包袱吧 首先从心态上吧 大家一直没想过放弃 这口气还在 然后还是比较能够团结一心的顶一顶吧 感觉这个对手我们可以战胜 但是可能最终还是差一点 谢谢大家